尼泊尔加德曼独邮报4月2日文章 原题中国将是一个窘异于美国的大国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是中国会成为文明强国的坚定拥护者 他认为西方人对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了解非常匮乏 往往无法理解中国最近取得成功背后的原因 加德曼独邮报记者最近在中国博豪亚洲论坛期间采访了他 讨论了中国在当今世界中的角色和地位等问题 多数西方人往往对中国严厉批评 是什么让你如此坚定的支持这个国家 中国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 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在40年里是8亿人摆脱贫困 比世界其他国家脱贫人口的总和还要多 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是一个相当大的贡献 自2007年以来 中国已成为全球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您曾在书中预测 中国将在2027年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 疫情和地缘政治局势是否让您改变了想法 我不太记得在书中写了什么 但我一定说过 中国的经济增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放慢 当一个国家在发展的阶梯上攀升时 不可能总是保持同样的速度 疫情不仅影响了中国 也影响了世界其他国家 平均而言 过去三年里 中国的经济增长了约4.5% 相比正常年份 增长确实下降了 但中国并非失去了增长势头 我仍然认为中国会保持增长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估计为5.3% 这还是保守的 地缘政治 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会有一些影响 但不确定影响有多大 您如何描述中国对世界政治的态度 首先要了解中国 就要用中国人的思维以及指导中国的那种哲学 中国古代的文学是充满道德感的 领导人应是什么样子 领导人应如何做 以及领导人应该如何管理自己 积极向上和道德感只根据中国古代哲学 但可惜的是 大多数西方世界并不了解 所以他们用西方的个人主义来分析中国 不能理解这种范式 就不能理解中国 你最近一直在谈论中国的现代化 它与西方人所理解的现代化有什么不同 西方的现代化概念始于英国 并在西欧和后来的东欧传播 在我看来 它的哲学和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态度 都是基于本质上的殖民主义观念 西方和中国的现代化有不同的含义 因为它们是两种不同历史和发展阶段的产物 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等概念 能明显看出西方和中国态度的深刻哲学差异 这些都包含着中国对世界全球体系的看法 您如何看待中国最近促成了伊朗和沙特 这两个中东死敌之间的对话 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新现象 中国进入了一个问题多发的地区 也是一个美国有重要影响力的地区 伊朗和沙特的协议几乎是突如其来 该地区的长期冲突之一已被缓和 这显示出中国作为发展中世界调停者的潜力 同样有趣的是伊朗和沙特都信任中国 这也表明沙特正在说远美国 也说明了美国力量的衰落 如果伊朗和沙特的协议在中东地区产生涟漪效应 我不会感到惊讶 多位西方学者认为美国力量正在衰落 不过美国主导世界也是基于软实力 如果说中国将超越美国 那么中国有什么样的软实力与美国竞争 美国打造其软实力是一项长期工程 中国也有灿烂的历史 但与美国相比中国的软实力较弱 但中国的软实力在不断增强 好比学校里的新学生 世界不应地估中国在软实力方面能影响世界的程度 关于中国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有关其治理风格 对其制度的批评固然多 但推崇者也不少 重要的是过去几十年里 中国政府将其承诺转化为现实 政府和分开